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 星期三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 通過簡約公屋首批大約149億的撥款 涉及萬七個單位 實證員出田北辰投贊成票 但他質疑興建在新界的簡約公屋入住率不會理想 總之不知你多便宜多貴 你有人住就值得想 如果建出來沒人住的 多便宜都沒用 他現在的149億 其實有30多億 是這4000個單位在新界的 我們怎樣都過不了我們自己的關 我們肯定不會瞞反 也不會瞞撐的 他以元朗和深邨過度性房屋項目為例 上年5月起入伙 至今入住率仍然不理想